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油醋汁土豆沙拉 首先来看一下配菜 土豆就是主要的食材 然后搭配用的我用了小番茄和甜酒 你还可以用其他的你喜欢的蔬菜 比如说黄瓜或者是橄榄 首先把这个土豆洗干净之后呢 就连皮下锅用冷水煮 等水开之后再煮个大约15分钟 直到你拿一个叉子 发现它可以很轻易的插进这个土豆 就说明它熟了 不要把土豆煮得太绵软了 因为我们还想保持它的这个口感 在煮土豆的时候呢 就来准备配菜 把甜椒切成小块 把小番茄对半切开 紫洋葱切成细丁 然后再把这个passey 也就是欧芹细细的切碎 配菜都准备好之后呢 放到一边 来准备这个油醋汁 油醋汁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基本的比例就是一份醋 对两份的橄榄油 但沙拉呢最好是选用初榨的橄榄油 然后我用的是雪类醋 你也可以用红酒醋 和意大利的黑醋 或者是柠檬汁都可以 找一个干净的瓶子 把这个醋和油都倒到里面 然后盖上瓶盖拿起来冷摇一阵 再加入蜂蜜 这样摇匀之后呢就是油醋汁了 土豆沙拉呢分为两个流派 一个是用美乃滋拌的 那个是比较美式或者日式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用这个油醋汁拌 这个是意大利式 或者也可以称为地中海式的土豆沙拉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油醋汁拌的这种 因为感觉吃起来比较清爽 有负担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时候土豆也煮好了 煮好的土豆把它沥干水分 最后呢稍微的晾凉一下 到不烫熟的时候就可以来切块了 如果你不喜欢带皮的土豆 也可以在煮熟了之后把皮剥掉 把这个土豆呢切成小的滚刀块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大碗里 趁着土豆还热的时候 撒上适量的盐 倒入之前准备好的配菜 然后把油醋汁也倒进去 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现磨黑胡椒 继续搅拌 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忘记放蒜头了 把蒜头压成蒜蓉也放进去 倒拌匀之后 这道沙拉就做好了 可以等它凉至室温的时候吃 你可以放进冰箱稍微冷藏一会再吃 但是油醋汁的沙拉不要在冰箱里放得太久 时间长了吃起来就没有那种新鲜的感觉了 这道油醋汁拌的土豆沙拉吃起来 没有美乃滋饭的那种土豆沙拉那样的口感厚重 但是同样也很有满足感 很适合搭配烤肉这样比较油腻的食物 希望大家喜欢这道油醋汁土豆沙拉 谢谢大家的收看